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刚刚有发给各位好不好 那么这个例子的话请各位先证试一下上面的叙述 叙述来讲就是说某家公司来讲的话 它在制造一种产品 这个制造产品的话叫Meeter 这个Meeter来讲的话不管是电流剂或电压剂 都算Meeter 所以各位看一下它有两种产品 我们先认试一下它的两种产品结构 这两种产品来讲的话 A还有B 那么这个A的话它画了一个这个图 这个图 那当然各位可以想想看 那个所谓电压剂跟电流剂来讲 其实各位可以看的是它实体产品 你把这个实体产品拆开之后就会发现这个电压剂来讲的话 它可能是由一个C零组件 一个 这叫一个 构成 然后再来 这上面来讲 从这上面的话 各位知道它由D构成 D构成 D的话是由 D的话是由一个E 跟一个F 这都是它零件 那至于这个C的话是一个F 是两个F 是两个F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然后A的话也需要用到 也需要用到E 这样子的一个零组件 这个是所谓的 我们等一下要介绍的叫Bone表 我把它画在这个地方 为什么要画在这个地方 我们等一下要来算这个料 要来算这个料 那么它基本上的概念很简单 像B我们把它画完 B B的话 是由一个C 请各位看一眼 这是一个C的概念 一个C 两个F 一个D 好 这个可以看得出来 这是两个 两个Meter 不管是电压剂 电流剂 两个产品 那么它的结构 就是说要把这个组装 把B组装起来 这个B组装的话 需要E一个 F两个 C一个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就像一个零组件一样 那这个东西的话 很像半层屏 因为这个半层屏意思 这个半层屏C的话 是由一个D 再由两个F 把它组装起来 变成一个半层屏 所以这个半层屏 再跟两个原料 再去组合成 变成一个V 各位听懂这个意思 好 那各位要知道 因为你把那个电流机器打开的话 就里头 就像各位的那个iPhone手机 不要以为iPhone手机多简单 那一打开的话 这个黑板画不起来 一打开的话 你把iPhone一打开 不只是上面的Touch Panel 里头一块PCB板 一大堆IC一拆开来 是上千个上万个零组件 上万个零组件 那面临一个东西 你把他想像很可能 假设这是一个iPhone手机1A iPhone手机2 可是我们今天假如公司说 我要在未来 我要在下一周 比如说下周 我必须组装A 1000个 B 2000个 随便讲 1000 2000 那你要开始备料 所以你的问题 你面临就是 那 这个下面所有的料 我必须要在下周一 假设要组装之前 我就要开始备料 如果你假如没有备料 没有进来的话 那请问 下周一一开工 所有员工就等着 等着没有这些料的话 他根本没有东西 假设这个原料 这个原料 有些原料 这些都原料 是必须要从供应商供给过来 那供应商并不是跟你讲说 礼拜一开工 供应商就天上掉下来 东西给你啊 不行啊 你一定要 现在就要告诉他 因为他要有什么呀 他们也要出货 也要搬运时间 来送到你的工厂 各位听懂这意思了没有 所以各位不要想象之中 好像一个iPhone组装 就一堆人在一起 就可以组装起来 那个原料 我们现在来讲一个观念 就是material requirement 物料需求 物料需求指着说 这些原物料需求 怎么计算 你先要把它算清楚 才有办法叫提供 这个东西的供应商 及早供货给你 因为各位要知道 一个iPhone手机里头 很多的零件都不是 都不是组装厂 组装厂就是鸿海 鸿海叫组装的时候 都不是鸿海座了 那必须要跟供应商 供应商买 供应商进海 这样各位听懂这个意思吗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 就牵涉到一个主题名词 叫做material requirements 怎么planning 物料需求怎么规划 好 那这个个案就告诉我们 这个个案告诉我们就是说 这里头来讲有两款 两款meter 结构是这个样子 然后上面需求 上面是需求 这个需求很妙了 就告诉你就是说 这个三月份 四月份 meter A meter B 的需求 none叫做已知 已知的话意思就是说 客户跟我们定 已经确定要交货了 random的意思就是说 我估计的 有可能会随时会增加的 怎么样 等于业务部门 会去估计就是说 业务部门来讲 当然会常常去找客户 去拿单子 那种意思的话就是说 已知我必须要 在那个时间点 比如三月份 四月份 五月份 我必须交货的量 然后random的话就是 表示就是说 还没发生 但是有可能会增加的量 这样各位听懂意思吗 好 所以后来就要讲 根据这个需求量 我们要算出怎么样 算出 这里的原物料 到底要倍多少 好 这个题很简单 请各位 是不是搞懂了 我们再看一次 这个例子 刚刚讲这个例子来讲 因为有meter A meter B 那么它在三月份 四月份 五月份 都有需求 这个none叫做已知这个需求 random的意思就是说 潜在性的客户会存在 那这个存在来讲 它有可能将来 时间一到的时候 会需要这个量 那现在什么时间呢 请各位记得 现在时间是一月份 现在是一月初 假设现在是一月初 那我开始规划 三月要的量 四月要的量 那当然同学们会问我 那二月呢 二月先不要讲 因为等一下各位都 就可以知道 二月现在已经倍 已经来不及了 那现在就开始倍 三月的需求 三月为了生产meter 三月为了生产meter B 我们现在要开始备料 要备料 那料到底要怎么算 好那subsamble D D是半成品 半成品 还有E是原料 那这些东西都是它的需求 那这个部分从哪里来 这部分来讲当然从所谓 业务部门 业务部门 告诉我们 我们是生产部门 我们是生产部门 然后这个时候我把它换算成 meter A在第九周的时候 为什么叫第九周 刚刚是三月 三月来讲 只是说三月要1000个 再加250个 可是我们就假设成什么 三月的怎么样 第一周 每个月有四周 所以三月就是第几周 第九周 所以换成第九周 我需要这个量 第十周 那这只是我们假设现在不要 我只能换句话讲 第三周 第三个月 第三个月要的量 我在第三个月初 就把它 希望能够把它做好 这个已经开始在做排成了 不过我们先了解 就是说它的排成的需求 那这个排成 我们等NPS到 下一张的时候 才告诉各位 我们现在假设就是说 这个排已经排出来了 那1250是由这两个相加 然后460就是这两个的相加 那以此类对 好 这个叫Master Schedule 主排成 我已经现在一月份 那对未来 对未来的需求 这是我必须要完成的量 Bone表刚刚解释过 A是由这些组成的 那Bone叫Build of Material Build of Material叫物料清单 后面会再详细讲 那先从这个个案来解 这个也是已知 这个图 Bone表也已知 另外一个Data叫做库存状态资料 库存状态资料 我手头上有了 ABCDEF在仓库里头 有这么多量 现在我仓库里这么多 这样听懂吗 仓库有了 那我当然就是说 仓库已有我当然就马上可以限要用 可是仓库没有了 我当然赶快就要补货 这样听懂什么意思吧 补货 补货一补货的话 我需要lead the time 这里简单来讲的话 A需要两周 BBC要两周 什么意思呢 意思就是说 A假设要做出来的话 它必须D倍好 E倍好 C倍好 但是经过一个时间 这个时间来讲叫lead the time 去把它组装 我要花两周的时间才有办法 把这个A做出来 这叫制造前置时间 制造前置时间 这个制造前置时间 就从投进去到出来 就是刚刚前面 刚刚上一章我们才讲了 processed cycle time 或者flow time 从投进去到出来 生产线不管是怎么样流 那一件事情 可是我从投进去到出来 并不是各位想像之中的 当然有时候很快 几个小时就跑出来 但是有的时候要花掉 以这个例子的话 它要花掉两周 那各位想想想想 半导体长各位知道 半导体长从投进去到出来 一片晶一片到出来 花多久 起码40天 各位不要以为晶片做得很简单 它一进去 留好多道 上百道 再回来再一流流流 因为它要曝光显影 曝光显影 所以这样流来流去 从它进去到出来 40天 才会做得出来 所以想想看 一颗IC 那一片那几百颗几千颗的IC 光是台积电 这个就要花34天 然后后面还有封装 把它变成黑色 那叫封装 起码花 花4到7天 这些4到7天 30天 这叫cycle time 就刚刚前面讲 pollot time pollot time就是所谓的 制造前置时间 好 请各位现在记得 这个前置时间 是整个生产里头 最讨厌 最麻烦的一件事情 各位假如有机会去工厂实习的时候 你就要去认识 这些名词背后的观念 比如说 on hand inventory 手头上有的 库存 那什么叫on hand 那当然放在仓库 仓库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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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呢 当然你会讲说电脑知道 电脑会储存 那问题就来了 真的电脑知道吗 公司的有那么好的制度 把这个物料的进进出出 全部都放到电脑里头了吗 这就是你可以去观察去学习 那至于来讲 lead time 那怎么知道了 那这个当然要跟供应商 去收集资料 以此类推 好 以目前来讲 我们就要假设 这叫乙枝 那我们在做什么 我们就全部都乙枝了 我们的问题是 question 是 进什么料 料有这么多 以这个例子很简单 ef 都是ef 那ef到底要进多少 告诉我 进多少量 能不能算出来 而且是什么时候进 不是只是量而已 量 也就是说 会呢 会很重要 你走进来就变成这样 库存 晚进来是怎么样 就不足 你如何计算 好 请各位 有耐心的跟着我下面 5分钟至10分钟的时间 学完这一张最基本的 mrp计算 好不好 mrp计算 那个mrp计算的结果 就是各位这个表 我现在不要你 你现在看它 这个数字太那个了 意思就是说很简单 我的需求在上方 时间已经告诉我了 左边告诉我 泵表 结构 右边告诉我库存 那 请你算中间 好不好 那这个东西呢 考试一定考一题 因为我要知道你会懂不懂 但是这个东西将来都是 都是电脑算 电脑是 电脑是 人写的程式 所以你先搞懂 这个计算 只有加法 减法跟乘法 连除法都没有 加 减 乘 只有这三个而已 没有积分也没有什么 伟大的这个数学 好 那我们怎么做 下面请各位看一下 好 请告诉我 看一下这个表 你可以用 第九周 1250 第十三周 850 这是需求 叫做Gross Requirement 我们的 什么 毛需求 毛 就是总需求 叫毛需求 可是我的手头上 目前有库存 我现在是第一周 我库存现在有 或者第三周也可以 所以 我现在是第三周 我现在是第三周 所以库存的话 50 那么假设第四周 没有用的话 50一直为止的 第五周也50为止的 第六周也50为止的 第六周也50为止的 第八周也50为止的 第八周也50为止的 请问到第九周的时候 需要150个 请问 境需求多少 需要 1250 可是我有库存50个 所以我不够多少 不够多少 1200 1200就是我真正需要的量 好 请各位看着这个 动画 因为你将来来讲 这个动画 电脑会算 但是你必须先知道 他是怎么在算 他需要1200 好 请问一下 假设这个产品 A 需要 在第九周的时候 需要完成1200 请问他的leader time 多少 这边有写leader time 是2 或者是 各位查这个表 那 你就要查 这个表 右边 leader time 是两周 那什么意思呢 什么意思呢 我两周之前 是不是就要做 就要开始生产 投料 对不对 所以我 我所谓的 plan order receipt 就是计划中的订单 需要收到的话 1200 然后我就必须 倒算回去 第九周要 做完1200 那请问 哪一周要投料 第七 所以第七 就要投进去了 OK 这个完全是 很简单的逻辑 MRP是一个逻辑 不是一个 虽然他很複雜的计算 可是他的逻辑很简单 他必须倒推回去 好 那接下来再看B B这产品 B这产品第九周需要460 业务告诉我 我们前面也算过了 业务说 第九周的时候 我们就是要460个交给客人 然后目前有60个库存 60个库存 60个库存 在第六周 第七周 第八都没有用掉 所以显然到第九周 耗掉60以后 不够多少 400 当然耗掉以后 就变成0了 400 所以我呢 我需要 完成400 Plane Order 需要完成 计划要收到 那所以我倒推 400 到此也没问题 假设你稍微懂这个 下面以此类推计算 不过稍微有点复杂 稍微看一下 我们现在想C C 好各位看一下 蹦表 再回来看蹦表 C C的需求是根据A 而来的 请问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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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在 现在来讲的话 在第七周的话 要多少个 1200个 因为他要投料 要投开始生产 所以投生产之前的话 C是不是要 准备好 懂吗 1200个 然后来讲的话 C C的需求是随着B 怎么样 B要一个C 就要怎么样 一个 A要一个 C就要怎么样 一个 所以各位可不可以理解 这里头有一个很微妙的关系是 他在第七周的时候 A要开始生产 C是不是就要备好 所以C要 这个量 B也要这个量 所以 这个量就出来了 所以这1600是算出来 根据刚刚的逻辑算出来 刚刚逻辑是说 第七周的时候 A必须要准备 开始生产 准备开始生产的时候 C就要准备好 1200个 然后 B就要准备好 400个 听懂了没有 所以 1000加 1200加400 1600 这样会吧 1600会了以后 C 第三周库存40 第四周没用到 第五周没用到 第六周没用到 到这周的时候他要1600 所以他库存为0 不够 不够的话 他等于需要 C必须要做完 在第七周必要做完 可是他的Lead time多久 一周 所以 他需要 在第六周就要投料 这样听懂了吧 这里头开始衍生了一个概念 我们后面 前面都已经谈过了 叫做dependent demand 叫independent demand 什么叫independent demand 独立需求 A跟B的需求是独立的 所以A 要多少个 B跟多少个是无关的 因为A的话是根据市场要的 B也是根据市场要的 所以AB实际上是独立需求 可是C的需求是什么 你看这两个都有用到C 所以C的需求 跟着谁而变化 跟着他 跟着他 他要多少 他就会跟着怎么样 变化 同样的E的需求也会跟着他 E的需求会跟着他 E的需求会跟着他 这样听懂吗 那这样子 这个bon表下面的这些原件 叫做相依需求 dependent dependent谁呢 depend depend他 dependent他的上一阶 开始各位要了解 因为MRP这张 概念很简单 但是他有很多啰嗦的 很多啰嗦的观念 你必须要先搞清楚 那个观念 简单来讲 在实物里头叫常识 可是对各位来讲的话 因为你从来没有在工厂待过 你从来没有组装过东西 你只要组装的时候组装一台 那很简单 我现在讲的是说 我同时要组装上万台 所以我备料必须要精索 上万台的组件 缺一不可 各位听懂意思吗 所以换句话你生产 没问题 两个也没问题 可是你要生产是 上千上万 是一大批的话 那你料要先准备好 你料没准备好 对不起 到时候人到齐了 机器也准备好了 生产线也弄好 就是没有料 料不够 料不够 对不起 跟你讲说 两三周之后才能够动工 因为为什么 供应商要供货 假设这个供应商供货的话 是在股币的话 那还简单 可是供应商是远在海外 那有得等船 各位听懂这意思吗 所以MRP 这里头就开始出现这个概念 要算 好我们还没算完 还没算完 好这个算到这边 下面 这个1200怎么来 D 来我们先看一下 D 这个呢 D的毛需求会是多少 D 那你不要看我 看这个 看你的D D是跟着谁而变的 A 所以一个A需要一个D 这也有D 等一下 那一个C要怎么样 一个D 那所以 所以我反正要看这两个 A跟C A跟C 好 那A跟C的话 A跟C的话 这个时候C在第七周是0 0 这是0 空白当然是0 那A第七周是什么 1200 所以1200加0 要加这个0 等于1200 这样听懂这意思吗 换句话讲D 在第一周的时候 它要备好 它要需要1200 是根据这两个的需求而来 这两个需求 这叫相依性需求 好这个需要了 那我当然就算了 这30这30都没有用到 这个 刚刚有忘掉这个 这个 第六周 需要 0个A 需要 1560个C 所以0 加1560 等于 1560 有没有听懂这个概念 这里的整个转折 是所有同学出学的时候 无法搞清楚的 但是它不是什么数学 它只是一个逻辑概念而已 听懂没有 好 我没有 因为讲来Dent的话 Excel都可以算 都可以算 那当然要 这里头当然你先要懂的原理 又要懂的程式设计 把这两个加起来 才有办法去解决 这个大量物料需求 怎么去计算的问题 那这个就是现在 往后各位会听到很明的名词 什么MRP软体 什么ERP软体 外面软体 全部一大半搞这个东西 再搞这个东西 可是你原理很简单 先要搞懂 不然的话那些软体 你拿进来之后来讲 还不见得会用 好 所以这里需求之后 好我赶快讲完 1560122讲完 然后这次303030 所以这边0 那需要多少 需要多少 1530 那1530 所以它要生产 所以等于换句话 D 就计划中要把它做完 收到 然后它必须投料 因为D也是个半成品 好所以D来讲的话 D来讲的话 那它需要一周 所以它必须投料 当D要投料的时候 请各位表现 D来讲需要E跟F D必须要E跟F 也就是D要完成 必须靠E跟F的备好 所以接下来我就要开始 算E跟F的需求 可是E跟F不只提供D E也提供A E也提供D 所以我们总共要去算什么 这个相依性需求就要看了 E是由D的需求而来的 E是由A的需求来的 还有没有别的 E是由V的需求 三个来源 有三个 至少三个来源 对不对 那三个来源我就要看 是要看E E的需求 E的需求 E的需求是由A而来 由B而来 还有UD而来 那这两个因为0 0再加 所以这个 再加上 这里还没算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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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算算算 好 这边也要算 好 这个2007怎么来 这个2007就是前面的需求 D不是个半成品 需求吗 你们这个表里头 这个表上面 上面就有一个D的需求 所以这270就这样算下来 这个需要都270 所以就算出来 倒退回去 好 那现在来看一下 这个 E的这个格位的需求 这个E的格位需求 是需要A 需要B 因为A要1200 B要400 D的话要0个 所以1200再加400 但是它要多少 请各位来知道 为什么 1是多少 不要忘掉 1个A要怎么样 2个1 2个1 对不对 其他都是1个而已 然后2个就要乘了 因为我要1200个A 换句话来讲 就要2400个 2400个 1 所以这个要算 算对 然后这个400 一个B 就一个E 所以这个是它的需求量 听懂没有 以此类类这三个会不会算 这三个也要把这个东西的量 算起来 这个也是要 把这个量加起来 好 好 那这个时候E的 在第5 第6周 第7周 第8周 第9周的需求就出来了 出来之后 我开始 它库存就有30个 所以开始倒算回去 我需要1500 然后所以它投料 所以忽然就要E的话 假设是供应商供给的话 我必须在第4周的时候 下单给供应商 下多少 下1500 下1500 那其他以此类一堆算 这个全部算下来 就这样一直算下来 我刚刚这样 各位仔细讲 这个我现在动画 就是电脑在算 电脑算完 算完之后得到的是什么 与其说答案不如讲 它告诉我什么 告诉我 1 在第4周的时候必须下单 否则来不及生产第9周 第6周必须下单2800 第7周下单2700 这个是它的需求量 而且时间也知道 所以 什么东西 在什么时候 需要什么量 在这个表格 一目了然 那这个刚刚讲 这个整个过程 叫做MRP展开 MRP展开 所以我们的 你只要听从今天讲的观念的话 MRP就是一个 computational techniques convert master schedule 就刚刚讲 需求 主排层的需求 时间上需求 把它转换成怎么样 转换成 这个产品 所有的组件 的需求量 告诉我 什么时候 生产什么东西 多少量 这MRP的技术 是这样子的一个技术 好 假设你听懂了 其实这一章就已经讲完了 基本的核心讲完 剩下来就一大堆管理了 一大堆怎么样的管得好 因为实物上不会是这么 这么怎么样 这么单纯 那我想下禮拜三再继续 再继续教这个 请各位回去 好好把这MRP的计算 稍微开始看一下 好我们下课